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况愈演愈烈 不仅仅是对外展开剥削 针对自己盟友也同样不放过 据说 在前些十日 美国已经对外宣布了有关提高军费政策 在外界看来 这是对现代局势动荡的一种巩固 实际上这都是美军为了满足一己私利所设立的全套 目的就是大量销售本国军事武器 如今 就连自己盟友外加邻居的加拿大放过 据说 美军已经开始对加拿大有所行动 不仅疯狂加收关税 甚至还因为领土问题 公然同加拿大开枪 对此 加拿大方也是声称此次美军举动的背后 实际上就是在公报私仇 据悉 借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领土争议 是马基亚斯海岛 双方都有认为自己拥有岛的主权 并且目前为止 马基亚斯海岛上 共同存在着 是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渔民 长期以来 大家也 都相安无事地实在生活 直到近期 美军突然有了大动作 马基亚斯海岛出现了美军战舰 甚至开始驱赶加拿大渔民 为了捍卫自己权力 加拿大自然不甘示弱 大批战舰出海护航 对美军形成围堵 这确实也出乎美军意料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暂且退出 要一起自然飞受的队伍 来 请不吝点 好 这一场 我爱你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爱你 os 这一场 都没有 都没有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愛你 是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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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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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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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